創作漫畫三十年曾經以童話短路 笨賊一羅框 陪伴很多人長大的幽默漫畫家 蕭炎中 睽違將近十年再次舉辦個人畫展 年輕的時候幽默諷刺的風格 變成親子間溫馨的愛 歌手好友陳生 還有漫畫界的大師兄敖又翔 也為他站台獻上祝福 正在說謊也心慌的哭泣 面對著不言不語的臉孔 誰也不知道眼中是怎麼了 歌手陳生為漫畫家好友獻唱 歌詞中的炎中是彼此相識 近三十年的漫畫頑童蕭炎中 以童話短路 笨賊一羅框等 幽默諷刺社會現實的漫畫 鴻遍華人世界的硝煙中 作品高達上千幅 但被稱為是最不安分的漫畫家 他也做劇場導演 寫詞更年年都在好麻吉成生的 跨年演唱會現唱 走過三十年 最新作品少了尖銳 多了溫暖的筆觸 簡約就可以很美 純粹就可以很動人 其他都是囉嗦的 蕭炎中以愛知名系列就從這幅把大鼻子當作溜滑梯的小巷開始延伸出來 以單純的動物為主角描繪親子間溫馨的互動 單純漫畫要其實作者本身這個思維要非常細緻 然後他對一件事情的看法要非常透徹 在這次畫展裡面你可以看到它的線條極為的簡約 這也是他這次想訴求的一個重點 就是不要用太多複雜的線條去做構圖 也能夠表現出一個事情的背後的一種 應該算是一種喜悅吧 喜戀的線條之美 蕭炎中展現家庭生活充滿愛的溫暖情愫 任何你永遠不會知道 我有多麼的喜歡 因為有你 等待也變得 玩玩 玩玩 玩玩